夏天正是吃茄子的季节 很多朋友在家做炒茄子的时候 不是直接下锅炒,就是过油 过油做出来的茄子吃着非常的油腻 直接炒又不好吃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炒茄子最好吃的做法 不用过油 炒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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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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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锅烧油 把挤干水分的茄子倒入锅中 开大火翻炒一下 把茄子的生味炒出来 这里大家要有一点耐心 一直把茄子炒至表面微微发焦 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 炒好后先盛出来装入盘中 锅中留底油 油热后下入蒜末青红辣椒和豆豉 开小火翻炒均匀 炒匀后加入一勺食盐 继续翻炒均匀 把辣椒炒出香味 炒香后再倒入茄子 加入一勺蚝油 一勺生抽 其他的调味料就不需要放了 开大火继续翻炒均匀 把所有的食材炒至入味 出锅前再把葱段加进来 开大火继续翻炒均匀 再次翻炒个五六七八下 即可出锅 这小味道藏一下就上来了 真的是太香了 天热没胃口的时候 你就做上这道菜 真的是下酒又下饭 关键是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炒茄子的小技巧你学会了吗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做法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点我投像可以观看更多的家常美食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